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超级英雄片 有不信天就不信邪 他要用风神演绎的神话人物 拍一部属于中国人的超音电影 有哪些英雄 第一名雷震子 能力是御雷 面如妖魔 心怀慈悲 第二名哪吒 能力是御火 还有更绝的后面说 第三名土行孙 他在土地里能够像在水中一样急速穿梭 其武器是捆仙神 一旦被捆住 欲挣扎欲紧 第四名邓禅玉 虽然只是一名凡人 但擅使五光飞时 可称风神第一暗器高手 第五名杨简 除了会法术 还能从第三只眼发射金光 打开天眼无所不知 而将他们组织在一起的仙人 便是太公望江子牙 乃智慧和谋略的化身 当然故事开始 仙人们并不团结 他们四散在神州大地 在市井乡间隐姓埋名 在这个时代 凡人不相信仙人 因为许多仙人没有为人界造福 反而互相争斗 伤疾无辜 同时凡人望胜繁衍 势头渐渐超过了仙人 凡人之间战争不断 宗族争权 商周之战 总而言之 处处生灵涂炭 就连仙人也无力回天 故事开始 江子牙的势力薄弱 手下只有黄天化 邓禅玉的凡人 唯一一个能战的仙人 是雷震子 深宫暴趁此机会 带着魔家四将来袭 分别是魔里海 魔里青 魔里红 魔里兽 他们各有神通 很快就伤了江子牙 所幸雷震子到来 他法力强大 呼雷幻电 可毕竟只是单打独斗 尽管使出浑身解数苦战 仍被敌人一一化解 急躁的他 想要召唤极强的雷电 一招制敌 谁知 却被深宫暴用法术 一花接木 将雷电引向了周五王的大军 这下凡人们死伤惨重 深宫暴趁乱 抢了风神绑跑了 此战大败 军营里苦喊连天 而雷震子也因为误杀太多无辜人 心生强烈自责 患上了恐惧病 化为凡人形态 难以延续宪法 听闻了周军的惨剧 杨俭仙人来到了这里 他愿意帮助江子牙 对抗身攻暴 杨俭为人性情冷酷 一来到这 他就用第三只眼 倒出焚烧死去的将士尸尸骸 生还的士兵们看到了 都对杨俭心生愤恨 但只有杨俭才知道 这些人死于 温神吕月的温皇镇 尸体有毒 恐生心患 才以火焚烧 病毒在火焰中复灭 仇恨却往往从误解开始 江子牙知道 封神榜被夺 世间劫难又深一层 为了夺回封神榜 他不得不招募新的仙人 于是第一件事 便是前往陈塘关附近的 一座行宫 那里供奉的仙人 叫哪吒 哪吒果然在 破败的哪吒行宫里 满目疮痍 是谁砸了他的行宫 是李静 不知为何 当父亲的仍然憎恨着 重生的儿子 此时的哪吒 也不配享受凡人的供奉 见此情景 哪吒十分难过 这时江子牙来了 他知道 他用了加入江子牙阵营 这下江子牙旗下 雷震子 杨剑 哪吒 三元大将集齐 是时候找深宫豹算账了 他一见到深宫豹 雷震子立刻就被他制住 然后变回人形 真正困住雷震子的 还是他自己的恐惧 他过不了心理难关 没办法 杨剑和哪吒只好联手 对付深宫豹 打着打着 一个家伙也从土里 钻出来加入战斗 他就是土行孙 他用捆仙神抓住深宫豹 本想偷偷带走他 却还是被另外两仙拦住 原来土行孙唯利是图 想抢封神榜卖钱 打不过哪吒和杨剑 只得跟着他们回去 虽然抓到了深宫豹 但回到营里 仙人间还是爆发了矛盾 杨剑看不惯哪吒的散漫 觉得这种个性会误了大事 哪吒受不了杨剑的道貌黯然 因为这种模样 他曾经的父亲也有 大家都不喜欢土行孙 因为他实在太下作 丢仙人的脸 而雷震子依然没有办法突破心魔 整日自怨自意 更不用说 他们从深宫豹口中得知 江子牙用封神榜的目的 是要封印世间所有仙人法力 让凡人获得主宰 原来仙人的契约 是不能参与凡人的争斗 而深宫豹率领一帮腐败仙人 破坏了这个约定 辅佐伤咒 助其疯狂扩张 为了阻止他 江子牙才出此下策 这下杨剑 哪吒都不愿意再提供帮助 他们在军营内剑拔奴张 一场内斗即将展开 就在这时 摩家大将突然来袭 趁敌人军心之乱 他们的攻势势如破竹 打得江子牙这边节节败退 之前抓住深宫豹的土行孙 被深宫豹用仙术缠住报复 关键时刻 王天化冲出来救了他一命 也因此被深宫豹杀害 深宫豹的士兵穿上周军的衣服 对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以此来破坏周武王的民心 以及凡人对仙人的信任 这一战 深宫豹再次大胜 周军死伤过半 还失去了一员大将 已经快要穷途末路 但仙人们却因此一截 团结了起来 他们为凡人的品格所感动 也切身体会到了百姓的苦难 不论未来命运如何 仙人应有仙人的担当 因为害怕逃到海边的雷震子 回到岸上 他发现棍战中 自己的黄金棍也落到了这里 什么时候 他已经懦弱到连棍子也抓不住了 雷震子终于不能再忍受自己的懦弱 雷震子下定决心 用他的黄金棍一下捅穿了自己 他不是要自杀 彻底杀死了作为人类的自己 那些凡人的情感 懦弱 恐惧 愤怒和爱 都不会再出现 重新诞生的将会是一个新的雷震子 无欲无畏 所向无敌 与此同时 其他的仙道者 哪吒 杨茧 土行孙 邓禅玉 也都一一离开了军营 前往深宫暴施法的同关城 城内 深宫暴已用风神榜开启了万仙镇 解开了对通天教主的封印 只见乌云之中 成百上千的结教教徒集结 乌云顶端通天教主如同巨神一般显现 他一声令下 四名结教高手出现 分别施法布阵 巨大的结界顿时将整个同关城围住 奔逃的百姓撞上结界 立马就化为了灰烬 他们要用这个结界慢慢扩张 直到覆盖整个神州大地 镇内 结教的神兽金龙从云层中探出 龙头余生 身形如今 庞大的让人心生恐惧 第一个冲上去的是哪吒 在哪吒与之缠斗的同时 杨茧用天眼金光灼伤金龙 最后强大的雷震子从天而降 用天雷将他击碎 另一边 深宫暴和通天教主产生了矛盾 深宫暴发现通天教主的阴谋是毁掉人界 深宫暴想留住凡人来臣服自己 便不愿再辅佐教主 可惜他奈何不了通天教主 只好灰溜溜的跑路 等通天教主下场 哪吒雷震子 杨茧三人便上前迎战 哪吒用风火轮飞天 雷震子展开风雷赤 杨茧使出重地金光 三人一起击向通天教主开始斗法 哪知通天教主还留了一手 身上冒出两条黑龙 正正击中哪吒 这法术夺魂射魄 一击灭魂 哪吒从万丈高空坠落 身上灼烧其火焰 渐渐化为灰烬 通天教主来到地面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所有仙道者都制服了 眼看大势已去 人人徒留自哀 恰在此时 一道红光突然闪现 正是哪吒 原来他是莲花化身 如繁体三魂七魄 免疫一切阴阳护损的灭魂之术 通天教主一看 终于是怒了 问他干嘛站在凡人那边 他将飞剑全部刺向哪吒 但哪吒一下就将他们全部震碎 通天教主还想挣扎 可惜为时已晚 所有仙人从困局中站起 同时对他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在同关城所有仙人的合力一击中 通天教主终于陷入了绝境 在最后一刻 他化身黑龙逃离了人界 终于万仙正的决战结束了 仙人们守护了和平 保住了人界 回归各自的传奇中 风神演绎的故事 仅仅折起了一角 中国神话那样丰富壮阔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故事可讲 一想到这就很幸福啊